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冤死荒野 死后回到人间找丢失鞋子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某年的经浙 继白虎 打小人是这个节气的习俗 猪婆婆这天晚上照例来到天桥下摆摊打小人 这天来打小人的人很多 挤满了整个天桥底 谁打得猛 骂得大声就会有更多的客人 在做好准备后 猪婆婆开档了 不管客人拿来什么人的照片 不管客人要骂什么 只要资金到位 猪婆婆都能做 忙活了一晚 猪婆婆赚了不少 正打算抽摊回家的时候 一个劈头散发的女孩坐了过来 周围的灯也在这时熄灭 整个天桥底下就只剩下了猪婆婆这一道 猪婆婆累得不行 想要赶客 可女孩却说 再累也要做完这单 猪婆婆觉得莫名其妙 她回头一看 发现女孩有一只脚没穿鞋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答应 会做完她这单再收摊 她询问女孩要打的小人叫什么名字 女孩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接着她说道 自己要打四个小人 三男一女 猪婆婆听后拿出了四个小人画像 随后 女孩提出要自己来打 猪婆婆便将手中的工具交给了她 女孩打着打着 流下了眼泪 猪婆婆此时从工具箱里打出了一只带鞋的鞋子 她告诉女孩 穿上吧 穿上走得安心点 女孩这时接过鞋子狠狠地打向四个小人 原来 在某天晚上猪婆婆收摊回家时 遇到过这个女孩 她被自己的儿子和儿子的两个朋友抓上了车 三个禽兽轮流侵犯了女孩 车上的女孩看到了经过的猪婆婆不停求救 可猪婆婆却选择视而不见 眼睁睁看着女孩被带走 随后 猪婆婆捡起女孩落在一旁的鞋子 为的是销毁证据 隐瞒儿子的罪行 可怜的女孩在那晚过后被人发现惨死荒野 这件事上了各大新闻头条 当警察找到这里 询问猪婆婆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时 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冤死的女孩十分不甘 于是在惊折这天来找猪婆婆打小人 随着女孩越打越猛 那几个伤害她的人渣也遭到了报应 第一个在按摩的时候 突然见到了女孩的鬼脸 女孩的鬼魂帮她做了个极限马杀机 她便吐血死在了按摩床上 第二个则是在打麻将时 被女孩控制走向了天台并跳了下去 头还掉到了楼下大排档的火锅里 看着代表四个小人的箱已经熄灭了两根 猪婆婆意识到了不妥 她知道第三个被报复的将是自己的儿子 此时的儿子正和老婆孩子在坐电梯 猪婆婆赶紧打电话通知她不要乱跑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 女孩的鬼魂出现 按住了电梯里的老婆孩子 不让他们走出电梯 为了接电话 儿子一人走了出去 走到马路上的儿子 被撞飞的钢筋穿心致死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根箱了 想必大家也猜到 她代表的便是猪婆婆 猪婆婆听到电话那头的儿子出事 于是跑到路中央 结果被车子撞倒 她没有立刻死去 受了重伤的她恳求女孩救救自己的儿子 她愿意替儿子去死 女孩听后停了下来 流下眼泪 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人来救救自己呢 故事的最后 猪婆婆被周围人救下 女孩也穿上鞋 走在了路上 因果报应 循环往复 这个经浙之夜可怕迷幻 害人之人终得报应 猪婆婆也将为自己做过的措施 付出余生的代价 枉死的女孩也终于可以得到安息 走上那条往生的路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 中 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